爱情没有等级,但恋爱技巧却有级别之分。 有的人是一谈恋爱就害羞的小白级别,有的人是一眼看透对方的大师级别,有的却是说起道理一套套,时操还没新手好的属手而已,你属于什么级别呢? 今天把恋爱等级划分成五级,小白,属手,能手,高手,大师,快来占补吧! 最快速度,选一张最像你的牌,只能选一张,接牌如下,A,权杖女王,恋爱等级,恋爱高手到了这个境界,你已经不是一般人了,到这个等级的都是高手,别说套路啥的了,这个段位的人本身就是套路的发明者,情商很高,懂得让别人开心,经验丰富,看人很准,能够轻易读懂对方的心思,并且能迅速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。 不会让自己轻易爱上别人,但何以轻松融入任何圈子,熟练驾驭暧昧,比起下面段位的人,恋爱高手不仅在创意和经验上的高分,而且恋爱的精神状态饱满,依然相信爱情,并且愿意积极开展关系,想交往不同的人,恋爱高手们早已学会在恋爱中不断提炼自己,把对方的优点变成自己的优点。 恋爱高手和恋爱大师的差别,主要就是还没办法把对方的缺点改掉,更愿意让两个细合的人相结合。 恋爱高手能做到别人难以完成的情绪管理,控制自身情感,一贫一笑中亦将伴侣收服。 恋爱能守到达这个等级的人,不仅仅有一定经验,关键是总结和提炼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恋爱规则。 所以比起新手和紧紧入门的人,这个等级的你要厉害很多,你已经能看出很多恋爱套路,能聊能备聊,也能反套路,巧妙避开只聊不爱的对象。 之所以是能守,就在于不仅能够顺利过度进入一段感情,还能处理磨合期的矛盾,懂得引导对方反思感情问题,并且鼓励彼此积极解决。 从能力上说,这个级别的人已经具备和伴侣一起共同成长,克服困难到老的能力,情商和耐心都到位,唯一没能到达高手境界的原因,是因为这个段位的人内心疲劳空虚,有力而无心,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有主导一段感情的能力,很多时候会出现心泪,爱不下去的情况,似乎自己放手不管了,对方也不会引力感情。 最后感情消亡,要成为更高一级的恋爱高手,则要及时释放压力,治愈内心,越是到了这个阶段,伴侣的互动和关注,越能起到正面作用。 恋爱能守不缺技巧,缺一个同样有技巧并爱自己的人,C.圣杯女王恋爱等级,恋爱大师首先,到达这个程度已经不止具备经验,反思等候天可习得的能力了,更具备天时地利人和。 也就是说,恋爱大师本身的出身背景,就和别人不一样,从小就特能察言观色,赢在起跑线上。 其次,大师级别的人当然拥有高手级别的所有能力,懂看人,会聊人,能磨合,够耐,心,保持理智,控制情绪。 什么恋爱套路?在恋爱大师的眼里,根本就是浮云。 So is it,对感情问题见多识广,谭小坚便能指点江山。 比起其他等级的人来说,恋爱大师最厉害的是,不仅能carry一段感情,还能carry伴侣的心。 别说心了,就连伴侣的生活也能carry。 能和恋爱大师在一起是一种幸福,因为感情上的事情,大师搞定,生活的烦恼,大师解决,可以全方位地给伴侣安全感和归属感。 恋爱大师和恋爱高手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,恋爱高手仅限于全能引领一段感情,但恋爱大师已经跳出了感情范围,他们还能引领一个家庭,改变家族成员的人生。 地心壁二恋爱等级,恋爱小白对爱情充满向往,有一颗天真淳朴的心,特别喜欢浪漫的情节,期待甜蜜的爱情,容易动真心,容易陷入爱情漩涡,真的谈起恋爱来太理想主义,不会看人,也不会相处。 对爱情的一切都有待开发,吵架的时候会束手无措,盲目听信顺从,隐忍,导致自己卑微,控制不了情绪,容易说不该说的话,轻易用分开来发泄脾气,试图绑住对方,事后却为这样的自己后悔。 但恋爱时开心的时候又觉得幸福无比,可以忘记曾经的不悦,容易被骗,甚至会被骗几次,因为哄你一两句就让你冲昏头脑,太好忽悠了,容易陷入内心系的你,对爱情太过,感性,导致没能处理好恋爱关系。 光有一腔热血,相处技巧和情商都需要磨练,这个阶段与其抱大腿,交大师及朋友,不如多积累一些恋爱经验,保持成熟理智,异教皇恋爱等级,恋爱熟手经历过一些感情事迹,起码可以分得清什么是玩玩而已,对于自己有没有喜欢上别人,或者别人是不是喜欢自己,有不错的触感。 爱情第六感慢慢培养了起来,因为基础问题是不是玩玩而已能够做出判断,故保持两个靠谱的人进入真实的感情,这个前提是没问题的,问题就是开展关系之后,两个人的磨合和相处,依然不能成熟应对,情绪化和内心系没多大改善,处理感情问题使会崩,很难才能找出彼此的感情问题癥结,反思和引导反思,都做得不够。 唯一厉害的是,当对方没耐心和你反思总结了,或者你没耐心爱下去了,你能够最快速度感觉到,所以这个阶段的人,说不爱是很容易的,唏嘘地感悟爱情脆弱,人性经不起考验是常有的事,甚至能熟练帮助身边的朋友分析感情问题。 但一轮到自己出问题,需要彼此克服性格缺点,互相扶持鼓励度过磨合拿关,引导对方积极面对感情问题,恢复自己对感情的信心,却是一大瓶颈。 无论你是恋爱大师还是恋爱小白,对于爱情的期许从来都是相同的,感受到你们真心的闹闹女巫店,也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缘分。 于是便有了这一款巨线,能量大到不可思议的圆框银石万能法器万能挂这一次,我们直接赏银石圆框,就是希望能够用形太阳帽,与能量厂都厉害的产品,带给你们更多更强大的功能。 通过它,让你们选到多金帅戏又爱你的老公,而且这一款产品,还有助于排除身体上的负能量,排除外界干扰,有效的增进效率,帮助佩戴这缓解疲劳,迅速恢复体力。 所以你可以自己用,也可以送给喜欢的另一半,帮助它更加发达,更加爱你,可以在淘宝中搜索,闹闹气纳斯女巫店进店购买哦。